欢迎收睇新闻感批 我是钟浦敏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日前说 有中间人开架一亿 要求他投票支持政改 但一日后就说一亿纯属虚扣 原因是怕无传媒报导 之后长毛强调情节熟实 2月的时候确实有中间人接触 商讨政改投票叫他开个架 但就无讲明具体金额 只是说一个数目是够养他两世 梁振英之后都有主动回应事件 他强调买票属于犯法 涅造事件也非常严重 希望梁国雄尽快交代 而且事件是发生在春节 又质疑为何他当时不出来向社会交代 同时应该向联署举报事件 长毛就说报不报警是由他自己决定 不过事件引起的后果 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第一 如果事件熟实 作为一个议员 是不应该姑息养奸 举报贵赂 维护廉结选举是你的责任 第二 贵赂银马 够让你两世 你就照说 其实已经很震撼 两世的洗费分分不止一亿 你应该立刻补充 而不是被记者追问才说 为了有传媒报道而作大 失信于传媒 失信于支持你的市民 第三 你说开价够两世用 将它变成一亿 有什么问题呢? 贵赂的交换条件是非常关键 银马是不是真实 都属于事件真确性的一部分 你给的证供半真半假 前后矛盾 疑点重重是会影响事件的可信性 做什么要找自己笨呢? 你言之作作 实牙实此话武裂造事件 还以个人名语担保 确有此事 不是说不信 但无人证无物证 连银马你都老作 前言不对后语 你现在的信誉 看来已经不太值钱了 有人约你去街说几句 出去发觉 原来有人想贵赂你 虽然你一口拒绝 不违金钱所动 是彰显正义 但你连对方是哪个都不清楚 就终出去 猛成成的 万一被人装你 拍你几张照片 反过来屈你 便水洗都不清了 虽知道你是社运的主路 因为你吹水玩大了 令到市民相信社运 令到政改有误 你说是否得不常失 你还会不会觉得是没问题呢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